在東區門戶計畫裡 你能想像以南港車站為核心 發展出來的生活機能嗎 在方圓百里之內 就有非常方便的南港CityLink 以及在我身後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我們希望台灣的音樂人才 能夠在這裡匯集 讓這裡成為 亞洲流行音樂的聖電 很多人的努力之下 今天我們終於一起見證了 亞洲第一座 由國家出資新建的流行音樂中心 以及擁有全台最大鳥屋之稱的 南港鳥屋書店 當然還有美麗的公園綠地 最重要的是 未來在這裡有五鐵共購的交通便利 還有一線精品的競數 跟各大知名品牌餐廳 你能想像嗎 未來在這裡生活的樣子 實在是精彩可惜 東區門戶計畫的五大中心計畫 是包括了會展 文創 軟體 生技 以及車站轉運 這五個計畫當然讓它面面俱到 十一住行主要整個發展的都能夠配合得到 所以這個對整個區域長期的發展 它是一個全面完整 非常有潛力的這樣一個佈局 我們就光就政府它為了支持這個計畫 它投入的這個經費已經超過一千億 我們就單就生技這個產業來講 它已經投入超過五百億 也產生超過三千多的工作機會 加上其他的產業的搭配 其實我們看來未來這邊 可以增加數萬人的工作機會 民間的投資也超過了一兩千億 加起來已經數千億的計畫跟投資在進行 所以南港的變化是不斷是快速急劇 而且未來也會產生很大幅度的一個變革 近年南港開發話題火熱 多半聚焦在頂級商辦 產業園區 還有大型的公共建設 而大量體的純住宅新案比較少見 看好東區門戶發展 新潤新業 亞新國際 他們也看好了南港未來的發展前景 一起攜手打造了媲美全球高級純住宅晴天森林 南港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北市的東區門戶 政府也投入了大概一千三百多億 在公共建設方面 當然民間還有很多的工程也繼續在陸續投資 尤其最近比較大的一些潤泰 奧類 山景等等 一些大型的百貨商場 北流業業中心 等等這一些改變 我想這個是未來大家看好 南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晴天森林位於中市媒體總部 重陽公園旁 新南街上 佔地面積於一千八百坪 規劃為地上二十六層 地下四層 坪數規劃為二十一 二十六 三十八 四十六 這樣二到三房的雙塔建築 我們整個基地是超過一千八百坪的 所以我們非常珍惜 這麼難得 而且這麼完整的基地 其實十三年來 我們一直秉持著這樣的初衷 然後也是不斷地在創新 我們從早期的十大服務 十大暖心 養生宅 到現在發展為最新的新建築 新建築 信任跟客戶的互動是良性的 是頻繁的 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可以聽到客戶最真實的回饋跟需求 作為我們不斷提升的動力 方能創造出一棟棟最符合自助需求的好宅 大南港世紀蛻變中 你正攻逢其盛 東區門戶計畫正式向全世界宣告 南港即將大勢崛起